全体股民注意了 A股放量震荡 最终结局 在我所告知的3250点附近 又一次形成了一个小压力区 这个位置在中午已经明确告知 会有震荡盘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灰彩 但是切记这个位置 一定要注意周线图再次收扬 而且很明显的周线图出现了一个 KDJ的金叉 那么它就会带动MCD 周线图也会形成金叉 那么一个伟大的周线图 双金结构就正式建立了 所以这个位置切记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而且在本周实话实说 A股市场其实总体的走势 无论是3200点区所告知的月底业买 还是现在目前所告知的3250点区 有一个小压力区 都是正确的 但是切记这次我认为 依然大家要拿得住廉价的筹码 因为这个位置真的会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行情 为什么那么说 咱马上分享 如果你就有用 记得来加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报道果评 今天是2023年7月14日 你现在看的是A股周五股市复盘的走势静调内容 首先大家看图 对于中午的时候还提醒大家 A股市场又一次进入了咱们上方的粉色方框 而且切记这个粉色方框上一次在上周的时候 这个位置告知大家会有一定的灰彩盘 中间局达到了3200点区 再次凶起对不对 那么这次凶起实话实说 到了这个位置 它这个震荡盘是很正常的 一定要切记 不用特别难受 因为我再次告知 现在它已经所突破了什么 自己看 是一个前面的箱体的什么呀 斜行下轨 自己看 前面这个位置没有突破过去 这个位置也没有突破过去 自己看 是不是 所以这次你会看到 它是不是已经突破过去了 包括在昨天 我还告诉大家 如果说这里都已经突破过去了 已经真实站稳这根趋势线了 代表什么呀 代表下方既有一个斜行向下的趋势支撑线 而且这里还有一些均线 对不对 包括下方还有一根斜行向上的支撑区 想想 这些所形成的什么呀 是一个三角窄口正式的方向变盘向上 所以切记啊 从日线图来看 这个位置是很安全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韩上这句话 3250到3207点区域啊 确实不好闯关 可是这个位置一旦放出万亿成交量以上的量 那么慢慢的也会动作向上的 懂不懂 下面呢 咱们再看几个其他图形啊 来依照A股市场这种走势 为什么说这里续集了大行情 老公家 先点赞 后观看 大家看读啊 有没有发现 现在上证级别的MCD KDD已经全部紧差了 自己看 这代表什么呀 代表其实整体A股市场 它是刚刚从底部一个冰点地量间谍架所形成的一个支撑区 而且当时还说了切记啊 这里缩量冰点极致十字星 而且出现单真筑底就是底部区 包括下方所告知的这个粉色方框区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咱们再看下周线图 刚才已经明确告知啊 周线图 目前咱们最期待的什么呀 是一个MCD和KDD的双筋结构 那么咱自己看一看啊 日线级别 刚才说了 是一个双筋结构 周线图呢 非常明显 是不是也是一个KDD的双筋结构啊 切记啊 这不是玩笑 因为如果周线图一旦形成金双筋的话 那么MCD也会带动慢慢形成金双筋 那么这个位置在做什么 不就是我所告知的年线回彩之后 经历震荡盘再次雄起的过程吗 自己看 是不是一个多重的WD形态呀 外加呢 你自己看一看啊 本周是借用年线的回彩之做支撑 然后呢 又一次一阳穿三线 所以总体来说啊 下周虽然说啊 在周初还会有一些震荡盘 但是切记啊 这个位置我个人感觉 很难再去形成一个特别大的回彩问题了 而且呢 更重要是什么呀 是我已经多次告知了 目前咱们的汇率 在形成一个很安全的 慢慢向上的升值模式 A股市场需要的就是这种兄弟的配合 只要说汇率没有形成强大贬值 A股市场一定会慢慢跟松向上的 知道吗 外加呢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外资 昨天它是强大流入130亿之多 而今天呢 是不是也是强大流入了53.83亿呀 接近啊 是当日净买入10.45亿 当日净流入53.83亿 所以就能看出啊 这50亿100亿的流入 甚至说慢慢的形成这种强大的先锋 动能去代表什么呀 不就是这个位置外资又在抢夺市场了吗 从这边这个区域啊 就能看出它又开始在堆量啊 甚至说抢仇啊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这个位置要权衡一下中长线的代表北向为什么如此之做 对不对 那么再次回到日线即便啊 再次告知啊 即便说有回踩的话 切记这个三角窄口外加这堆均线都是强支撑 刚才已经提醒大家了啊 只要说这个位置没有被深跌跌破的话 那么代表着什么呀 代表有回踩也是机会还会再次向上 切记我现在画的这副图形啊 你们自己看一看下周会不会这种行走模式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呀 我再次告知市场应该说很难再来到这个位置了 这对什么吗 因为上方的支撑区是比较多的 巴德国平其实说话太满 不会给自己拐摸摸脚 这一点是我的优点也是缺点 大家喜欢听一个真正把话说足的人 不喜欢模棱两可 但是呢大家不喜欢当你说足之后 后面的走势并不像你想象的一样 那么为什么呢 其实近期我也想告诉大家 A股市场3200点去整整大半年时间 这是在整体A股33年历史之中 很少见的一个坐地行情 由此呢说实话我们这个行业 包括前几天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在想 是不是就是要塑造一个特别强大的改革牛时代 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能够否定 市场现在很难做 可是呢一定要切记啊 当你真的看到用半年时间3200点跌不下去 甚至说用半年时间在这里做一个W底部 周线图也在形成金叉 日线级别本身就是金叉 创业板呢那边本身就在一个去年的对地点区域 所以综上可知啊 A股市场是大有作为的 只要在这里慢慢的去潜伏等待这个过程 那么希望大家切记啊 中长线这里都是一种大机会 也希望在下周啊 咱们能够放出万亿巨大成交量 然后突破那个压力区3250点上下附近 因为那个位置只要说突破之后啊 一旦说走到什么3280点 3270点那个位置 那么后面这个大反转盘 以及大行情的降临就有目共睹了 还有呢就是汇率开始形成升值 甚至说咱们A股市场这个位置 一年时间了经济都在修复大潮之中了 可是A股还没有修复 那么他在等什么 或许就等待你离开吧 19年的月礼啊 今年应该说是最难的 我们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这个位置八道果平 愿付出一切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 3200点区域啊 切记这是强大机会 不予否定 好了 新朋友及家关注老朋友系点大啊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